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好选举快到了 又是一个黑暗的骄傲月 OK世界很黑暗 我们的确是活在黑暗之中 大家喜欢讨论阴谋论 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好像已经不算是阴谋论的 基本上都已经证实了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不愿意深入的讨论这些东西 那在美国的华人就更不用说了 越看是因为会越黑暗 OK越看越绝望吧 某层面来说 很多的人都会抱怨这些 我们的现在这些觉醒公司 我们有Jack Daniel OK一间威士忌的公司 还有Harley Davidson 哈雷机车也觉醒了 我们明明就看到Bud Light 百威的啤酒公司 损失了这么多钱 三个礼拜掉了全球 17%的这个资产的资本额 就他们公司的资本额 只因为他们用了Dalen Mulvaney 当他们的网红来代言 但是你可以发现就是 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公司 一直在觉醒 而且越来越严重 他们还是一样 继续推行这些变性人的议程 我们看到Target OK几个礼拜内丢了200亿美金 现在好像300亿了 然后他们把这些商品往后摆 摆到商品的后面 而不是拿到最前面 但是也没有拿下来 各位可以想想看 损失了200亿美金 隔了两个礼拜之后 Coast也跳进来了 OK啤酒公司也是这个样子 Bud Light丢了一堆钱的之后呢 Millers也跳进来了 就是你看到这些公司 明明看到会亏损这么多钱 但是他们就是要继续的在推行这些变态的东西 特别是Coast 我之前有跟他们做过很多订单 他们可以丢这么多钱 那为什么当初跟我们做订单的时候 一件衣服卖什么2块7毛5 他们却连5仙都要跟我砍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决心企业文化吗 我们美国的企业被逼着要接受觉醒文化吗 而且这些东西是有来源的 今天讨论的就是大家应该都听过的 ESG integration 就是政府还有行政部门这些规定 这些公司一定要遵守ESG 这东西是什么呢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就是环保社会跟政府管理 ESG是一个根据这间公司有多觉醒的计分系统 中国大陆有类似的东西 看这间公司有多么服从共产党 然后针对人民的有所谓的社会信用制度 Social Credit System 那当我们第一次听到ESG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以为应该是跟中国大陆一样的 一个社会信用系统一样 就是帮每一个人都评分 然后呢 Elon Musk会在我们的体内放个晶片 在我们的右手或者是额头上 然后就是一个受印的一个模式 结果现在他们的模式 他们使用ESG系统来 Allocate all the money OK 透过政治需求来分配现金 这些公司与其说为了赚钱 为了回本 让他们的投资者可以愿意的继续投资他们 他们选择要来得到ESG上面的指数 在ESG指数上面拿到更高分 这个计算模式其实是在欧洲跟澳洲都已经执行过很久的一个计算模式 一个衡量公司的方法不是在透过这间公司有多少这些商业策略 可以有吸引多少资金跟购买力来去买他们的商品 而是这间公司有多觉醒 然后越觉醒的公司就会有越多这个大型的投资者注入资金 也就是说对他们这些公司来说 我们已经不是客人了 我们的想法已经不重要了 那些财团投资方案 政府的标案才是他们的客人才是他们的目标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背后的推手到底是谁 因为这些钱总是要有来源的对不对 消费者如果变少的话公司就是会坐吃山空 答案就是背后的确有个推手 而且有三个 BlackRock、Vanguard还有State Street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一间左派的报社说的 这些三家公司的投资方式 就是透过ESG的指数来投资美国的企业 这三间公司我们都听过 各式各样的阴谋论 BlackRock、Vanguard还有State Street 都在讲说这三间公司有多坏 就是多邪恶 但是事实就是 现在美国前500间的大公司Fortune 500 他们的主要持股人 而且不只是美国的 全世界的企业主要股权 都在这三家投资公司的手中 众所皆知的苹果 IBM Budlight Coles New York Metro 各式各样的十一柱形 样样包含 而且这三间公司 其实他们不是竞争者 他们的财务是完全流通的 BlackRock的最主要持股的人是谁 是Vanguard 那Vanguard主要持股权是谁 是State Street State Street的主要持股权 大家猜猜看是谁 没有错 没有错就是BlackRock 所以他们是一群非常腐败 而且非常恶心的一个财政系统 BlackRock是全世界最大的资金管理公司 现在有差不多9.5万亿 就是差不多9.5兆的意思 那在他们管理之内呢 有超过就是5000万 就是他们公布出来这些资讯的资金 是来自于退休账户的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你每个月付的401K 你的退休金 你每个月存下来的钱 很有可能是拿来投资 资助现在所有左派议程的 用来洗脑你的小孩 洗脑你的孙子 然后你可能根本不知道的 或者是如果你有玩股票的话 你的钱没有直接在BlackRock State Street 或是Vanguard之类的 但是你们的钱是在他们的子公司里面 然后子公司的主要持股权 也就是那三间公司 那State Street在2020的时候就公布 如果一间公司 他们的总裁或他们的执行长 是不支持ESG的议程的话 他们就会绝对投反对票 2023年他们更是把这个说得更清楚 要直接的来监管他们每一个持股的董事会 介入就是气候变迁这些管理 人才以及财务管理 要更多元平等包容的管理方针 然后我们的时代的马门的代表 乔治索罗斯 刚好就是HRC Human Rights Campaign的这个主要捐赠者 那这是什么呢 这个网站叫做hrc.org 是最大的LGBTQ的这个 最大的政治游说机构 这个组织会给所有的公司一个分数 叫做Corporate Equity Index 或叫做CEI 企业平等指数 那这个指数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看那个企业有多么的推行 同性链跟变性人的这个关系 所以保守派一直在攻击这什么BLM 那样子的组织 其实并不是主要的力量 BLM只是一个小兵而已 一个专门去闹事的一个机构 有点类似像说帮派里面 专门去打架的小弟一样 他们最终的目的 其实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弄成受害者 而且让男人在这个社会当中 无法成长 无法茁壮 男人可以唯一成功的方式 就是成为 或者是加入LGBTQ的这个族群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 你会在BLM的打砸抢的游行上面 你会看到这么多的LGBT的旗帜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在LGBT的这个游行 你会看到很多穆斯林的月亮旗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表面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刚强 而且有能力的人 让他们这些有尝试的人 失去工作的能力 失去权力 失去目标 所以你会看到 非常多类似的情形 然后接下来 这是来自New York Post 纽约邮保的 透过DEI的系统 来督促各式各样的品牌 来帮Dylan Mulvaney这样的明星背书 也就是说这个索罗斯 George Sorrell的组织 给了各公司一个分数 看谁可以最推崇这个样子的思想 强制要民众接受 然后你身为一个公司 身为一个集团 一个企业 你的客人 不是天天去你的地方消费的民众 而你的客人反而是 BlackRock Vanguard State Street 因为这些财团才是你 真正是付你钱的人 因为如果你的公司 刺激一系列LGBTQ的运动的话 他们就会鼓励你 他们就会投资你 如果你的公司反对 或是不作声的话 这些集团就会来惩罚你的公司 这个New York Post的报导说 在美国超过40%的股票上市公司的 主要持股权 全部都是刚刚我说的那三家公司 那这三间投资公司 有超过20 trillion 20 trillion dollar 20兆美金的资本额 然后还有20%前1000名的公司所有权 或是最大股份 这三间公司 make a concerted effort 同心协力的 让他们的持股人 都要跟他们一起投票 意思就是他们可以逼着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的内部的选举 出来的这些董事会的成员 还有这些董事会指派出来的CEO 来支持他们要支持的运动 就算会亏钱 就算对公司的名声 还有经济效应都不好 还是必须要依照这三间公司的方式来投票 来制定公司的未来还有方向 所以他们在这边说 这个Dillard Mulvaney Bardlight这间公司 请了一个 怎么会请一个这么有争议性的人 让他们这个啤酒的销售会变烂 损失一堆钱的人 为什么会邀请他来代言他们的啤酒 因为Bardlight更fearful 更害怕更敬畏索罗斯 还有BlackRock的CEO Larry Fink 这个名字先记起来一下 因为等一下会再度听到 而且很重要的是这种阴谋论 你越挖 你越看 就会越黑暗 刚刚我说的这一切 全部都只是表面而已 大家都已经知道事实而已 事实其实更黑暗 相信我 我们谁都不可以相信 那现在美国的企业很敬畏这些CEO BlackRock Vanguard State Street这些CEO 甚至赚钱都不想赚了 因为他们的财富 其实是来自于这三间公司的 公司就算倒了 他们的口袋还是可以满满的 那我们在这边再说的就是 我们一直以为的兽印 会是一个社会信用制度 我们以为会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其实他们现在放的是这些公司 还有银行的身上 放在个人层面的话 美国还是有宪法保护人权的 放在公司上面的话 美国宪法是没有任何资格保护的 所以就例如像说City Bank OK Bank of America JPMorgan Chase 这些银行 如果你在这些银行工作的话 你或许就会知道一点 如果你在这些银行工作的话 你有时候是必须要去上课的 你是要必须接受这些工作内容的 那像在欧洲那些国家 他们是把ESG的这个东西 是写在法律上面的 所有的公司都必须要遵守 ESG的这个制度还有规定 所以很快这样的法律 欧洲那样子的变态法律 很快就会到美国了 到时候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Telecar Studio 或是AI News 就会由FBI来查我们 OK 你们三个怎么都是异性链 你们三个怎么都开汽油的车 你们怎么没有服从索罗斯 所以这个ESG的这个计划 所以政府有权利把你这间公司关掉 这个做法其实在中国共产党 已经在中国做了好多好多次了 马云的公司就是基本上 同样的方式被共产党搞的 那去年有1200间公司 参与了这个Social Quality Score 社会品质指数的评分 而且前500美国的公司 Fortune 500的公司 全部都在里面 如果BlackRock Vanguard 还有State Street 从他们的公司里面撤资的话 那这些公司基本上就会倒闭 这些公司的老板会失去他们的公司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司加入 越来越多的公司觉醒 而且就算他们亏钱 他们也不在乎 三大阴谋公司会拿你的退休金 来保护这些公司 继续持续的变佐 继续的觉醒 他们不会在乎他们的客人 他们不会在乎市场 他们只在乎的只有这三间公司 还有他们公司的社会信用指数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Bloodlight丢了30%的生意 也都没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Target 两个礼拜亏损了好几十亿 都没差 不只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堆公司会跟着他们的脚步 甚至很多基督徒的公司 Chickfield A 我们之前报过就是其中一个 对他们这些左派的公司来说 或者是变佐的公司来说 或者是接受ESG这些公司来说 我们买他们的东西 买不买他们的东西 他们其实一点都不在意 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他的客人了 不赚我们的钱 其实他们也不在意 那我们现在就来把 川普跟DeSantis Ron DeSantis放进来 因为现在这两个人 很多人认为说是我们的希望 是保守派的明灯 不管你是支持Ron DeSantis 还是支持川普的 我们有太多的人 就是在等这个弥赛亚 太多的人在等救世主 以为有人 下来来拯救他们 或是拯救我们 你看我们下面留言就知道了 就是说只有川普才可以救美国 我在这里实实在在告诉你 没有人会来救你 不可能有人在乎你 谁上台都没有用 不要寄托任何的期望 在川普或者是DeSantis的身上 我知道有很多的人不想听 我知道有很多人说 你怎么可以对川普不忠诚 就是我没有义务要对川普忠诚 带我脱离奴役之家的 不是川普 是耶和华 是耶稣 那这个我最后再讲 反正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的身上 那接下来这个阴谋论呢 就是要连接到川普跟DeSantis的身上了 各位准备好了吗 玻璃心 有可能会碎满地哦 首先我们现在讨论好的 我们现在讨论佛州的这个州长 他们其实是非常遭这些投资公司讨厌的 BlackRock的CEO Larry Fink 是非常讨厌Ron DeSantis的 然后DeSantis也已经跟他们长时间的挑战Larry Fink 这两个人透过新闻媒体挑衅辩论了很久 就跟你的401K基本上都是在这三家公司 你的退休金基本上都是在这三家公司的掌控之下一样 BlackRock State Street 还有Vanguard 美国50个州有很多的资金 也都在这三家公司里面 佛州之前的资金也全部都在BlackRock里面 佛州的州长Ron DeSantis 把佛州在BlackRock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说他不要支持任何一个ESG的议程 所以在这个商业的这个阴谋论当中 Ron DeSantis 是在抵抗这些黑暗势力的 听起来很棒很不错对不对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Ron DeSantis在气候变迁 整个完全浪费纳税人的钱的方向 是完全抵制Larry Fink的 这篇报导是在讲说Ron DeSantis跟Larry Fink辩论 气候变迁的政策是否可以避免文化战争 所以Ron DeSantis在内政层面是非常抵制觉醒文化的 那我对于Ron DeSantis的评价是什么 就是他或许不是一个很强的经济学家 他的经济政策或许不是最好的或许不是很好的 他或许不是一个商人 特别是跟他的对手川普比起来 但是他是非常抵制这些左派的极端主义的这些议程 特别是针对这些觉醒公司跟这个大型这个投资公司 那对我来说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其实就是觉醒文化 那接下来这边呢就是各位最不想听到的 网路上可以找到的川普的黑暗面 这个事情发生在2016年的时候 川普公布了他的内阁的顾问 其中包括了很多大型公司的CEO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名字 他的内阁顾问包括了很多商业界的领导 目的是要把工作再度带回到美国 这里包括谁呢 可以听清楚了 通用汽车的CEO Mary Barrett JP Morgan Chase的CEO Jamie Damian 大家还记得这两个名字吗 OK Jeffrey Epstein 恋童屁岛 OK 跟那个Jeffrey Epstein去那个岛上 跟小男孩还有小女孩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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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呢他手上抓着一堆政客跟大公司的老板的 这个Jeffrey Epstein 然后最后自己在监狱里说 自己说绝对不会自杀 就突然有一天监视器全部坏掉 看管监狱的人刚好睡着 就刚好在那一天上吊自杀的那个Jeffrey Epstein 除了这个还有包括谁呢 Walmart的CEO 还有OK Blackrod的CEO Larry Fink 以及迪士尼的CEO Bob Iger Donald Trump跟Larry Fink的关系 大家可以自己去上网找 有非常多的文章 他们是好朋友 而且合作过非常多次 而且还有在这个万恶的CEO OK迪士尼的CEO Bob Iger 透过这个卡通跟动画片在洗脑你的小孩的公司 还有波音的公司 就是招肥鸡招肥鸡 然后青少迪士的CEO 也在这个地方 里面还有一堆这个样子的商人 川普跟迪士尼站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上次很多观众 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说法 川普跟迪士尼站在一起 那迪士尼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 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当迪士尼撤销迪士尼的特权的时候 就说你们不能再自治区了 你们要跟所有全美国所有的公司一样 你们也要缴税 你们也要付地价税 你们也要遵守佛州的法律 佛州规定现在不能信洗脑小孩 迪士尼也不行 他其实没有在攻击迪士尼 他只是在说迪士尼 你们不能再有特权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他跟所有的公司一样 现在迪士尼有的权利跟如果 AI News 开戴佛州的话 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然后川普就说不行 然后跟迪士尼在那边互相呛吓 那我很确定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要攻击迪士尼 为了要选票 这两个人为了要争夺共和党的提名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川普跟迪士尼的CEO Bob Iger 是非常好的朋友 不只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更黑暗 我之前只有听说过 我也不确定 直到我自己去找资料之后才确定的 Donald Trump 拿了自由派的指标 George Soros 乔治索罗斯的钱 这个事情发生在2004 很久以前了 已经10年前了 20年前了 George Soros给了川普 1亿6千万美金 帮助川普在芝加哥盖了 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Tower 这个我之前就看别人PO过 我也不相信 川普怎么可能会拿索罗斯的钱 直到我自己去读了 买龙去脉之后 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案件 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看到这些会觉得说 还好吧 对不对 企业不会杀人 Ether你不是说大公司很好 不是要支持自由市场 然后资本主义吗 大屠杀的不是都是那些政府吗 纳粹 共产党 苏联 柬埔寨 都是这些政府做的坏事 不是吗 大公司就只是赚钱而已啊 问题是 现在这些都被他们控制着 他们控制着我们的政府 控制着我们消费 所有消费的企业 甚至控制着我们的退休账户 那我们该怎么办 那我们就不用他们服务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就是把现在所有人也把这个4R1 开始全部也引出来 那接下来就是 他们还控制了什么 这个是2023年1月25 BlackRock在Haley Burton 公司董事会上面增加席位 Haley Burton是什么样的公司 是美国武器制造业的主要公司 你怎么会在一间武器制造业增加席位 除非是你认为你投资在这间公司上面 会有回报 那你要怎么透过一间武器制造业来赚钱呢 两个选择 开放宪法 第二修正案 推崇美国的持乡权 让更多的美国人有能力来保护自己 仓富于民 但是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吗 当然不是 所以第二个选择就是 跟其他的国家开战 让这间公司的武器制造业 有更多的订单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BlackRock增加 LMT Lockhead Martin Corporation 的持有权 这两个新闻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这间公司是什么呢 是另外一间主要的美国武器制造业 那你为什么会投资 对不对 除非你蛮确定美国会参战的 不是吗 还有 还有啊 下一个 OK 各位猜猜看 Pfizer 辉瑞这间公司最大的持股人是谁 BlackRock 然后今年2月又增加了股权 疫苗公司 川普的这个Operation Warp Speed 一间制药厂 可以有任何的开发方向 不用经过人体测试 就可以直接施打的 如果有后遗症的话 药厂绝对不用负责的 这个最大受益的公司是哪一间 还有谁呢 OK BlackRock跟Vanguard 还共同持有哪一间制药厂 主要的经营权呢 或者决定权呢 Moderna 莫德纳 Omicron 变异让这两间公司 莫德纳跟辉瑞的持股人 赚进了超过 10 billion dollar 然后最大的持股人是谁 所以美国怎么走 其实他们都在赚大钱 美国有疫情的话 所有的中小企业全部倒了 他们赚大钱 美国有战争 有冷战 他们赚大钱 越来越明显对不对 我们住在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地方 而且我们在往非常非常黑暗的地方走 那OK 接下来还有媒体 OK 美国人为什么会这么讨厌彼此 为什么会彼此攻击 就是因为我们的媒体 BlackRock跟Vanguard这两间公司 有多少媒体的股份呢 OK 18%的Fox News 就是Fox News的最高持股人的 16%的CBS 13%的Comcast 这间包括NBC MSNBC CNBC 还有Media 12%的CNN 12%的迪士尼 就表示他拥有ABC电视台 OK 10%到14%的Garnet 就包括就是Garnet 报社跟USA Today 这个频道还有包括10%的 Sinclair Local Television 这包含了全美国72% 所有各地的地方新闻 你看到有一个影片 就是所有的频道 所有都一模一样的东西的那个影片吗 那就是Sinclair 还有6.2%的Netflix 所以你看整个美国的方向 为什么所有的公司全部都在觉醒 然后我打个比方 OK 例如Tucker Carlson 是整个Fox News的金母鸡 然后他还可以被开除 你真的会问说 怎么会有人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你会拿一个狼头打自己的脚吗 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控制 然后你看最近的Vanguard CEO 这个人才做CEO 刚做不久 OK 他出来说 ESG不好耶 因为会损失很多钱 因为Ron Descendants 把佛州的投资全部撤走了 因为Elon Musk 或者是威胁这个系统 那这里就很奇怪了 因为BlackRock想要维持ESG的制度 然后这个Vanguard的CEO 叫做Tom Buckley 却出来说 我们的研究显示 ESG对投资没有任何的优势 很多政治人物跟政府部门 都在制定规定的时候 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目前的投资只是一个过渡期而已 他可以出来说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位CEO 还会当多久的CEO 还是他的角度会转变 因为他在制定了一个 正常的投资方向 就是要赚钱 要帮他客户赚钱 但是我们从开始到现在 讨论这个阴谋论 可以看出来 他们不是为了赚钱 那我们就会问说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那这里就是我的阴谋论了 就是我把这个 Tim Foil hat放在我们头上的时候 OK 这只是我试图常理化 尝试放在这个奇怪的代数公式 algebra的公式里面而已 为什么会有公司不在乎赚钱呢 第一个要更多的控制 很多这些东西是为了人口控制 population control 或者这一切要攻击的对象 就是基督教 他们要做的只是彻底的推翻 毁坏 破坏基督教的影响力而已 因为我想不出来有其他的理由 还有原因 想要来控制人的观点 还有思想 还有想要 想要战争的机器的工厂 想要控制制药业 他们到底想干嘛 为了钱做事 其实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 公司的目的就是要来赚钱的 但是当一个公司的目的 不是在赚钱的时候 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就像我们AI news 我们叫大家支持我们的事工 但是说真的 我们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赚钱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就是 跟这些邪恶的组织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想要洗脑各位 让各位成为基督徒 让各位变得刚强 让各位为了自己的人生负责 他们的目的也是要洗脑各位 只是他们要让各位变成一堆 无声论者 变得乱 变得没有政府 没有这些大公司 各位就活不下去 不赚钱的组织目的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要改变价值观 剩下这些公司 目的就是应该赚钱才对 我们要的是基督徒变强 变得刚强 变得强大 人数变多 我们变得就是 可以推从我们的信仰 还有实戒到我们的社会当中 透过神的公益 可以得到快乐 可以得到永生 他们推行的就是完全反方向 他们想要做到就是 你放弃耶稣 你放弃信仰 你这样子才可以保住你的工作 保住你的公司 你必须要靠他们才可以继续赚钱 你继续养家 继续生活 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什么 OK Ethan不是最讨厌讨论的就是阴谋论吗 没错 但是今天这个是必要的 我今天想要讲的就是 没有人会来救我们 然后我们的社会已经完全被他们控制了 Desenters的背后的捐赠者是谁 没错 一堆深层政府的 OK 川普背后捐赠者是谁 川普跟谁是朋友 其实也是一堆深层政府的 只是这些人不是在政府里面 这些人是从商的 他们的敌人不可能一样 留言区里面的人也说 他们希望川普来当总统 然后Desenters当副总统 这其实是非常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的生活圈 还有利益关系是完全冲突的 我希望川普当总统 来清洗华盛顿的沼泽 来去除很多政治层面的腐败 但是我也希望Desenters可以当总统 用政府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商业的投资公司 这两个人至少目前看起来 治国方向跟使用权力的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的就是 这两个人都救不了我们 而且这两个人也不在乎我 如果今天你的女儿 你的儿子决定要变心了 心理不正常 结果他们不幸自杀了 他们只会邀请你去他们的肇事大会 说你好可怜哦 他们会帮你讨回公道 但其实他们只是要你的声音 让他们得到更多选票而已 珍丽清牧师他来了之后 真的是非常棒 真是建议大家去上他的课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非常的感动 资助他的事工 他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每天在 AI News 上面讨论的话题 用一个系统化的方式来解释出来 更容易了解 他在他的课堂上有一张图 上面就是写的就是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就是基督教价值观 然后跟世界的价值观的这个差别 然后呢一个议题一个议题一个议题慢慢叠上去 有神论无神论神创论进化论性恶论性善论性善论 如果我们能够保这个一男一女的婚姻或者是什么的 他都卖上面 但是如果我们的根基不改变的话 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的话 如果我们不归向神的话 我们就是会当一个不冷不热的老底家的教会 最后被神吐出来 所以不要期待任何人可以来拯救我们 只有我们可以拯救我们自己 拯救我们的家 只有我们拯救了我们自己 我们的家了之后 建造一个良善属神的社区之后 我们才可以真正翻转我们的州 真正翻转我们的国家 所以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 川普是神的仆人 我在这边说 我们全部都是神的仆人 川普未来要做的事情 跟我们的救赎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有我们自己变刚强 我们才可以确保我们自己的救赎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